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史书 古代的官员总体来说分为两个类型 一类是地方官员,一类是中央官员 有句古话叫做山高桓帝远 意思就是说远离京城的地方,桓上也广着 所以就会有些土豪猎身或者腐败官吏的存在 为了解决这一现象 水朝年间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官室 官名叫做巡安玉石 官街也才七平 但是这个巡安玉石的权利可就大得不得了了 巡安玉石主要的工作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 皇帝还赋予了他们直接对行政官员进行审判的权利 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个穷书生在老家的时候遭遇土豪猎身的白眼 书生发誓要刻苦读书 然后有朝一日中余金版提名 皇帝给转云兰一个巡安玉石的官职衣锦还乡 而这个时候以往欺压过穷书生的土豪和官吏们都吓破了胆 纷纷跑到穷书生家送礼赔罪 虽然影视剧作品中的描述多少有些夸张 但确确实实巡安玉石在当时有着如此大的权利 因为皇帝要制衡外面的各家官员 但自己在京城听到的只能是大臣的汇报 这就导致了山高皇帝远的现象发生 皇帝设立巡安玉石一职 就能让玉石跟地方官员之间形成制衡 从而加大自己对江山的统治 而除了对官员进行监督之外 巡安玉石还有一个特殊的权利 那就是向皇帝举荐人才 这就让巡安玉石除了被人惧怕之外 还经常有人愿意巴结 所以也出现了不少巡安玉石 贪污受贿的情况 但皇帝对巡安玉石的惩罚 也要比普通的官员能力得多 普通官员如果是打入大牢的话 巡安玉石基本上就要被砍头了 但虽然如此 还是有不少人挤破了头 想当这个巡安玉石 没办法 谁让这个官员的权利这么大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